再来关注就4月26号 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中方教师遇袭案 巴基斯坦信德省新闻部长 梅蒙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 会上通报 嫌犯是分离组织比露芝解放军和 比露芝解放联盟卡拉奇的指挥官 是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袭击案主谋 善于制造简易的爆炸装置 从去年开始 他试图对一些女性和女学生进行洗脑 说服他们参加自杀式爆炸袭击 梅蒙指 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 是为了破坏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阻止外国人在巴基斯坦投资 目前对嫌犯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有外国势力疑似在幕后操纵这一起袭击案 巴方将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